大家好!欢迎收听网向编辑部的节目 今节就想回来和大家说说关于美国的话题 相信大家都知道 警察的工作就是撲灭罪案,保护市民的安全 但在美国就真的很不同 有时美国的警察很可能就成为罪案的源头 很多时候因为过档使用武力 这种情况真的可以说得上是家常变化 我们更看到有不少美国警察在使用武力的过程之中 看来就真的不会反省一下 今次又有一宗案件 而案件就发生在新泽西州 这名警察真是夸张 他真是很快手 当接到有人报警之后 他就立即赶低延长 不过有理没理 总之开了枪才说 在节目开始之前希望大家都点赞、订阅和分享 订阅就订阅我们三个频道 网线变负暴动生冷气 那就是对我们团队最大的支持 根据美国媒体《纽约时报》的报道 是新泽西州的检察官 早两天审理一宗案件 而这宗案件涉及一名警员 他的名字叫做 Slavator 详详他中文叫做 薩尔雅托雷 他错手 杀了报案的人 如果 他被定罪的话 就有可能面临10年的 奴录之苦了 事情就要回到一年前的一个午夜里面 当那名警员接到 例子 警局的报案通知之后 他也都立即 赶底延长 让他搞定那个人 他的名字叫做夏浦 当时他只是49岁 夏浦 他就打电话报警 原因他就发现 有人闯入他的家 其中一个 还说握着了枪 当时夏浦 手握着他的电话 一路报警 一路向 电话另一边那名警察 去形容 他目睹的东西 他就说 看着两个人 闯入他的家 同时其中一个人 手还要握着枪 他一边报警 他一边 在电话 和 报案室的警员 保持联络之余 同时 报案室也都通知了 扎尔瓦托雷这名警官 这名警官开车开得很快 说这么快就已经去到他家 而当时 这名叫做夏浦 报案的人 他在电话里形容 他见到 一个男人 走了入 他家的车库里面 而且他也都 跟报案室那边的警员这样形容 他说他自己有一把祖传的枪 但是他不确定 可不可以 用枪来自毁 而且原来他自己也都藏了一些 炮粥的 所以他就尝试去点燃其中一个炮粥 扔进车库里 尝试去撒走 这些责人的 这样 就真的好不幸 那时候 电话都还没剪线 当时 这名叫做薩尔瓦托雷的警察 就已经抵达现场 有利无利 见到夏浦 当时还在 讲电话的时候 就立即 向他连棍很多枪 而正正在 电话的另一边 也就是报案室的警员 也是见证着 夏浦是突然间 中枪 很不幸 讲讲一下 突然间就断了 电话就没截断 但是夏浦就已经 讲不到话 躺在这里了 照道理 警察就应该保护人民的 没错 这名警察真的伸手很敏捷 开车也很快 一收到通知 就立即 就赶底 案发现场了 但很明显的就是 这名警察 薩尔瓦托雷 就是 完全完全失职的 根据当地 州检察长办公室 Thomas 就表示 这名警员 薩尔瓦托雷 一声警告都没有 就立即向 报案人下抱开枪 根本都没有核实 究竟那个人 是否刺人来的 见到有个人 就立即向他开枪 而这名警察从下车到开枪 前头五到五秒 可想而知 这名警察是多么伸手敏捷 但是一开枪 就打错 打死人了 而根据 新泽西修的 总检察长 也都宣布 在来近一个礼拜 大陪审团 就会进行投票 就过失杀人罪 起诉 这名警察的 如果罪名确定的话 就很可能要坐足十年了 原来在今年以来 这次已经是 第二个恩惠 乱开枪 而被起诉的警察 之前 还有一个 叫做 Jackson的警察 从后 开枪 击伤了一名 企图避开警方的男子 很不幸的 这名男子 就导致终身 瘫痪 而在今年二月 这名警员 也被 起诉 可见得到 这种美国警察 濫用武力事件 是不分州份 每一个州都发生过 根据美国的 有线新闻网络 是 今个月月初的报导 有一名29岁的男子 他的名叫做 马列纳克 这个人 尝试企图 在自己的卡车里面 自杀 不过 当时他妈妈 也都在车里面 安慰着他 而当警察赶抵现场之后 首先就包围了这辆车 然后就竟然对这辆车 开了50枪 而这名企图自杀的男子 马列纳克 就很不幸 中了9枪 不过好幸 中了9枪 就立即送到医院 保得住条命 为什么当时警方 会向一个企图 搞定自己的男人 开这么多枪呢 原来 据警方所说 就找这名男子 企图在后座 拿枪 然后 还想开车 走 不过 他妈妈 就不同意这个说法 所以今年5月 他也都以 重大 过失 来指控警方 指警方根本就没有尝试缓解局势 使用了致命的武力 也都因为这样 对他自己 和他儿子 造成 永久磨灭 无法弥补的 身体 以及 精神 伤害 美国警察 误煞无辜这种事情 近年以来 虽然都受到美国媒体所关注的 只不过这样发生过这么多单 警察都好像 没有反省过一样的 很多时候 就先用武力 然后 先再查问 究竟自己有没有做错 在2020年的3月 就有一名叫做Taylor的女孩 当时在肯塔基州的警察 就在当地 就在其中一个民房里面 实行着毒品搜查的任务的时候 就好不幸将Taylor杀死 而Taylor的男友 当时在屋内 只是以为可能有日侵者想闯入他家屋 所以他男友 就立即向屋外开枪 好不幸在屋外的警察 就对着屋乱扫 从而 误中了 他的女朋友Taylor 没有这样就没了条命了 而另外在2020年的时候 也发生了一宗 最为人熟知的 George Floyd的案件 而且因为这宗案件 也引起全球的关注 被警察濫用暴力 用膝盖把George Floyd 压到窒息而死 据说当时是怀疑他有行使魏钞的行为 而且 该名警察 就将George Floyd的 颈部 足足压了9分钟 导致他窒息而死 而在较早前 2016年的时候 在明尼苏达州 有一名警察 射杀了一名叫做 卡斯提洛的男子 当时在马路折查的时候 这名警察以为他想拿枪 但事实上 他只不过 想在身上 将隔壁执照 拿出来给一个警察 但这名警察就以为他想拿枪 警察的训练 先下手为强 所以就 很不幸地 将他杀死了 而再早点 去到2014年的时候 就一名 12岁的小孩子 他的名叫做 来斯 来自 俄亥俄州 当时这名小孩子 就在 俄亥俄州 的一个公园里面 玩 他手上 就拿着一把玩具枪 当警察 接到有人报警 说有小朋友 在公园里拿枪 当警察 赶抵 这个公园的现场 的时候 真是以为他 拿着把真枪 只是短短两秒钟 就将这名小孩子 打死了 可以见得到 美国警察 濫用暴力的问题 虽然有不少人 也都质疑 警察的训练 和 执法制度 是不是出现 严重的过失 更加激起 社会上 说要改革 警察的体制的 呼声 和 打击种族歧视的运动 更加出现过不少 因为 警察误杀 爆发的暴力冲突 但是很不幸 一次又是这样 两次又是这样 可以说得上 长期以来都是这样的 完全 就没有说有 任何的反省的迹象 这些案件 在美国 已经算得上是 家常变化 警察杀人 好像很平常一样 有时我都想 喂 究竟哪一个国家 才是警察国家 警察的权力 可以这样滥用 虽然这些警察 到最后 都会被判监的 但是一件事是这样 两件事是这样 而且 不是一两件 是每年都有很多 类似的案件发生 有时我都很想问问 为什么这个世界 没有人谴责一下 美国的警察 普通人没有人权的 警察执法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样 滥用暴力的情况 一直都没有改善 更加之 变本加厉 那我就很想问问 美国人的人权又在哪呢 我就是很想知道 不过有时 也不能完全全怪得了警察 因为美国 最严重最严重的问题 就是枪械的问题 一直以来 美国都没有 一个有效的方法 可以实行枪械管制 因为枪械管制的问题 是非常复杂的 当中涉及多个层面的因素 而这些因素 也令到在这个议题上 一直以来都没有办法 取得到任何的进展 当中包括什么呢 首先 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 美国的宪法第二修正案 美国的宪法第二修正案 赋予公民可以拥有 和攜带枪械的权利 这个亦都被很多的美国人 视之为他们 行使基本的自由权利 任何试图限制这个权利的 一些政客 或者呼声 都一样会遭到 强烈反对 为什么美国 会有这个 宪法第二修正案 其实我自己认为 这个宪法第二修正案 已经是过时 根本都不适合 现代的社会 这行修正案 其实历史上 就可以追索 在以往 美国的开拓者 在不同地方 建立乡镇的时候 这行宪法第二修正案 就容许 很多住在 很偏僻的人 可以持枪 这样就能够 保护自己 不过这个 我是说 二三百年前的美国 如今 在这么现代化的社会下 但是 这行宪法都仍然保留着 也因为这样使得很多人 都很容易 拥有枪械 持有枪械 这点也因为 很多警察在执法的时候 他们为了保命 也无可奈何地 都会以 先下手为强 来处理 他们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而另外 就是政治上的分歧 在美国政坛里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 大家对 枪械管制的立场 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一般来说 共和党就较偏向 支持枪械拥有权 至于民主党 就倾向于 以更加严格的方式 进行枪械管制 正正因为这种分歧 要在国会 通过任何枪械管制的法案 已经变得 非常非常困难 当然也不少 一些枪械的利益团体的影响 美国的枪械利益团体 最为人熟知的就是 美国枪支协会 NRA 在政治上 是有巨大的影响力 他们有丰富的资源 透过游说 不同的政策 美国更加在选举之中 支持那些 会支持枪械权力的候选人 还有就是 文化与 地理上的分歧 在美国 枪械文化 和枪械规范上 在不同的地区之间 是有很大的分别 例如在南部 以及西部的农村地区 枪往往都已经是 视为生活的一部分 很多人 都会买一把 来到藉此 保护自己的私人财产 又或者用在狩猎 至于在大城市 或者较为先进的城市 一般来说 对枪械管制的态度 变得更加积极 而正因为 这种种的原因 令到美国 一直以来都没办法 在枪械管制上 有任何的进展 虽然美国经常发生 涉及枪械的暴力问题 但是在枪械管制这方面 我说立法 连有人想提 都很多时候 被大量的反对声音所险害 所以我认为 有时都不能完全怪得了警察 因为警察都会害怕 因为你不知道 你在面对那个疑犯 身上会不会有枪 但是美国警察 没力过当 这个也是不容置疑的 很多很多类似的案件 每年都会发生的 长期都没有改善过 有时我都在思考 美国人的生命财产 看来都真是保障不足 这次就讲到这为止 下节回来 再和大家分享其他的话题 等下节目 留下来 在哪一期 中文字幕 里面